從這些committator 我們就得到這個結論 我們來看看怎麼樣會得到這個結論 下一步 我們就是要找那個 eigenvalue 跟 eigenfunction 就是 Hamiltonian 它的 eigenvalue 跟 eigenfunction 假設我們已經找到 假設我們已經有一個答案 已經找到了 一定有一個答案 eigenvalue 是 1 然後 eigenfunction 是 1 我們現在把它乘上 這是我們原先已經有的 eigenvalue 我們知道 這個式是等於這個式子 對不對 我們看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這個committator 然後用它這個破環數 然後這個committator在這裡 對不對 這個committator在這裡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我們把這個committator帶進來 所以是負的 h bar 來 我們這樣做 等於這個 然後等於u 這樣對不對 這個 就這樣 從這個關係是 對不對 是不是等於這樣 從這個committator 這個 這樣沒有錯吧 那我們再看左邊 看左邊 你知道這是等於什麼嗎 左邊 這個還是原先的 那我們看 這等於什麼 1 h bar 最後用到它等於什麼 在這裡 對不對 這等於什麼 等於1的 是不是 好 就這裡嘛 就這個式子嘛 是不是等於這個 對 那我們 有沒有人提 1是一個數目嘛 所以可以怎麼樣 可以寫到前頭去 所以這個是等於什麼 這等於什麼 還沒吞 1 1 然後 A 1 是不是 好 那在右邊等於多少 這右邊啦 左邊這邊 我們得到這個式子 右邊 右邊 經過這個committator 我們得到這個式子 有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再把這兩 我們把這一項 把1把它翻到右邊來 所以我們就得到 這個等於什麼 等於右邊的 1 然後 減掉 是不是 然後我們來看看 這個告訴我們什麼 什麼物理意義 或者你們跟我講好了 這個結論告訴我們什麼 哪個同學 我哪個同學 可以跟我們講的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告訴我們什麼 告訴我們什麼物理意義 就是說 這個 是怎麼樣 H的 I 根 方形 對不對 哪個I跟V6 I跟V6 是多少 對 I跟V6是多少 E 減掉 H bar Omega Omega 這樣清楚嗎 所以這告訴我們 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 A 就是說 A這個算符 A這個算符 如果作用到一個 能量是E的I跟State的話 它讓它降成多少 降成能量是E減到H bar Omega I跟State 所以它降多少 降 降 H bar Omega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算符 有個名稱 這個算符 這個算符 有個名稱叫什麼 叫 都降 降一個能量 降一個能量單位 就是說 這個算符 作用到一個I跟State 把它降成怎麼樣 降低 把它I跟M 降低是H bar Omega 以這個做單位 有沒有問題 不用叫 不用叫我講一次吧 你們自己記下來 叫做A這個算符 它有個很重要物理意義 它物理意義就是怎麼樣 就是它作用到I跟State的時候 把它降成怎麼樣 能量差一個 能量降一單位的I跟State 那能量單位就是H bar Omega 所以我現在再問點 如果用兩次呢 變成多少 變成什麼State 又降一次變成多少 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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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了嗎 那如果三次方呢 減多少 減三 減三倍 所以它一路怎麼樣 一路往下降 所以它有個名稱 所以A有個名稱叫怎麼樣 Norin Norin 是往下降的意思 往下降的算符 那每次 每作用一次降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就是H bar Omega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裡沒問題的 那我們再換另外一個 我們換成A第二個 那這邊變成多少 這邊變成是這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這個commitator在這裡 commitator在這裡 所以你們告訴我答案好不好 所以這邊變成什麼 變成正的 那這邊是這 就是用這 用底下這個 這樣沒問題 OK 所以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那所以這邊就要變成正號了 這邊是變成正號 那這是A第二個 是不是 那我們看左邊 左邊變成什麼 左邊變成A第二個 對不對 那這邊是 所以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結論 這個刺子告訴我們什麼結論 對 A第二個 最後用到這個狀態 是多少 對 I跟方選 對 I跟State 那I跟Value呢 等多少 對 等於1加3 H barOmega 跟剛剛的情形 怎麼樣 怎麼樣 什麼一樣 剛剛倒過來 剛剛是往下降 對不對 現在往上什麼 往上升 會有沒有 所以 A第二個 是作用到一個 一個I跟State的話 是 往上升上怎麼樣 升到一個 能接是怎麼樣 能接是增加一個H barOmega的狀態 所以它有個名稱叫什麼 Raging Raging Raging就往上升 剛剛是往下降 現在是怎麼樣 現在是往上升 所以這兩個算法很特別 就是說 一個是能量一直往下怎麼樣 能量一直往下降 一個是能量一直怎麼樣 一直往上升 那每次升多少 每次能升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是多少 H barOmega 這樣會的嗎 那小小小小 為什麼這兩個算法會有這個 會有這個現象 我們來想這個問題 為什麼A Degg跟A 這兩個算法會有這種特殊的現象 怎麼來的 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 就要回想說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是根據什麼條件來的 根據這個Commitator來的 有沒有 你看我們 我們導這兩個式 都用到Commitator來繼續的 都用這個Commitator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結論是從這個Commitator來的 那Commitator從哪裡來 是左邊嗎 左邊從哪裡來 從那個 X跟P的Commitator來的 這樣會嗎 然後我們現在 再進一步討論 如果 如果照我們剛剛講這個結論 對不對 如果照我們剛剛講這個結論 如果我一直 一直用 用A一直作用下去 我剛剛不是講嗎 如果A的平方的話 變成降多少 降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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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A是100個 就降-100個 對不對 那如果一直往下降 降到哪裡去 降到負線大去 我如果一直用A作用的話 是不是變成負線大去了 是不是負線大 那能不能這樣子 對 不應 當然我沒有講理由 我來 為什麼不能 為什麼不能 我說 我如果一直用A來作用的話 對不對 就一直往下降 那這樣有可能降到負線大去了 你如果作用無限多次的話 就到負線大去了 那為什麼不能到負線大 那能量為什麼不能到負線大呢 就是我們有什麼理由 我們有什麼理由可以說能量不會到負線大 我們有什麼根據 有啦 因為我們等一下可以證明能量不能小於0 那我們來看為什麼能量不能小於0 那我們來做個積分 我們把能量算出來 然後做個積分 那我們來判斷 剛剛這抄的 這個能量是不能到負線大的 不能到負線大的 我們知道海明鏡是這個 對不對 那海明鏡的能量 那我們來做積分 我們來看 我們先做這個 我們先做第一項 第一項是那個動能 動能 那我們做這個積分 我們來看看這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可以寫成這樣子 因為荷明鏡嘛 動量 動量 動量算是荷明鏡 對不對 因為它物理量嘛 物理量它的算幅是荷明鏡的嘛 是不是這樣 OK 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再根據荷明鏡的定義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把這個不是搬到這邊來啊 就是這個啊 你再複習一下那荷明鏡的定義 不 對不起 荷明鏡的就是你的定義 對 那我們知道哈 這是它的共惡負數嘛 所以這個經營永遠是多少 永遠是正的 就這裡頭永遠是正的 所以這永遠是怎麼樣 大於等於零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 第二項 相同的哈 第二項也是這樣 這等於是 第二項也是大於等於零 所以整體哈 整體告訴我們就是說 要大於等於零 這樣可以嗎 不要忘了 我們在做這個積分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說它是什麼特殊的函數 沒有哈 就任意函數的話 這都成立的哈 也就是說哈 也就告訴我們說能量怎麼樣 能量必須是大於等於零 就I跟Energy 就I跟Energy 就一定要大於等於零 有一個怎麼樣 有一個最小值 相信什麼 這個 有一個最小值 會了 會了嗎 告訴我I跟Energy 有一個最小值 對不對 其實就是基態啦 然後我現在把那基態 把它寫在這裡 如果基態能量是E0 然後U0是它的I跟Energy 對應的I跟Energy 然後這個必須要怎麼樣 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基態能量是E0 I跟Energy 是U0 A追用到U0 必須要怎麼樣 A是它物理意義 就是把它降階 對不對 能量降成多少 把能量降 把能量降成 E減掉H8分 來哈 如果E 就變成負一區了 變成更往下降了 如果是這樣成立的話 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它不是基態啊 表示怎麼樣 如果這樣成立的 如果照明原先推導 那成立的 表示說 表示說 U0 表示說 U0 不是基態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它要比它更低的狀態嘛 那跟我們前面的假設怎麼樣 跟我們前面的前提怎麼樣 是違背的啊 假設這個存在啦 假設有這樣的狀態存在 那跟我們前提不是違背的嗎 我們說它是最小的 已經沒有了啊 那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必須怎麼樣 必須是0啦 這等於0以後 往下有沒有了 往下就沒有了嘛 這樣可以嗎 就停在這裡了 就停到 就停在這裡了 停到最低能量狀態 不會加往下降 你假如這不等於0的話 就一直怎麼樣 如果這不等於0 就一直往什麼 一直往下降 小不小講意思 如果這是最低能量狀態的話 這個狀態必須是0 如果不等於0的話 就一直往下降 我這樣講清楚 所以基態的話 必須要這樣子 那這告訴我們 那我們現在 把哈密通量 作用到這個狀態 那我們再把哈密通量 怎麼樣 把哈密通量帶進來 在這裡 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把哈密通量帶進來 所以這等於什麼 等於H bar Omega 對不對 然後A 我還沒有做到這步 然後 U0 是不是等於這樣子 對不對 這是我把那個帶進來 那這等於多少 等於H bar Omega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到最後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知道 這等於多少 A A最終到U0是多少 在這裡 所以我們得到什麼結論 我們得到什麼結論 這一項是等於0 所以剩下這一項 所以等多少 2分之1H bar 2分之1H bar Omega U0 那這個結論 告訴我們什麼 最低能量是多少 對 最低能量是多少 那告訴我們10等於多少 最低能量 最低能量是2分之1H bar Omega 我們得到基態了 我們已經得到基態了 我們得到基態能量 基態能量是2分之1H bar Omega 最低能量 是2分之1H bar 就是用這些 我們從這些commitator 我們從這些commitator 我們就得到 這個基態能量 是2分之1H bar Omega 我們沒有用其他東西 這樣聽說嗎 所以你知道 我在這一節 最剛開始跟你們講的 我們從commitator 就得到這個能量 那我們再討論一下 這是基態嘛 那等一下 怎麼樣得到其他狀態 對 用上升 用堆緊 用上升的算輔 我們也最容易一次 就得到什麼 就得到什麼 對不起 得到什麼 得到 得到10 加上了什麼 這狀態啊 我們最容易一次 就得到 對不起 對不對 我們就得到這狀態啊 是不是 再上升 再上升 再作用一次呢 得到什麼 得到什麼狀態 得到什麼 10 加上兩倍的 這樣會了嗎 那我們 就用三次的話 就變成三倍 增加三倍 3H bar 我沒感覺 這樣一直往上升嘛 那跟以前我們這個結論一不一樣 跟這個結論一不一樣 跟這個結論一不一樣 完全一樣 這樣會了嗎 我們以前這個結論是怎麼得到的 我們解WNF是 解Thoseure Dinksy Equation WNF是得到的 但現在我們只要從這些commitator 就怎樣 也是得到相同的 相同的 相同的 eigenvalue 这样可以了吗 然后我们等一下看 说IgonVity我们已经得到了 然后我们下一步要讲 怎么样得到IgonFunction 怎么样得到IgonFunction 那底下我写一个公式 底下写公式 怎么样去得到所有状态的公式 我们先得到一个 我们先要决定这个系数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 对不对 就是我们刚刚得到决定 这个状态 就说A-Dag自用到它 是这个IgonVity怎么样的IgonFunction 这是我们知道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等了多少 我们知道它是等一个常数 然后乘上U1加上 就说这个函数 我们知道它是 海明天分的IgonFunction 但是哪个IgonValue IgonValue是这个 对不对 IgonValue就是这个 因为这是代表IgonValue 对不对 我们知道是这个状态 是不是 但是我们不晓得这个系数 还记得我们讲说 IgonFunction 你承认这个系数 还是什么样 还是IgonFunction 对不对 当然我们平常都要 归一化 要归一化 对 如果是归一化 这系数就不是任意的了 这样清醒吗 我们如果找一个归一化的 那我们现在要知道 这个系数 这个重量 它这个系数是多少 对 那我们知道现在能量是多少 能量是这个 然后加上能量 我们知道现在能量是 能量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假设这是 这是我们原先理智的IgonFunction 那我们知道 重量它是上升一 这上升就是上升一 所以我现在就用N加E来表示 所以我就写在这边 这表示是那个E 那这是表示 这样会的吗 那这等多少 等是H bar 知道我写的意思了 这样会的 这样知道什么意思了 这有没有问题 那底下我们要决定 决定这系数是等了多少 就当你这A的一个 作用到这个IgonFunction 对不对 我们知道它是会上升成这个IgonFunction 但前面有个比例我们不知道 这比例常数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把它找出来 我们把这个 把它呈上它供恶负数 呈上它供恶负数 然后怎么样做计分 那这等了多少 等C 对不对 然后再怎么样 然后再U N加E 从 这边应该没问题吧 那如果这是规一化的话 我们知道如果IgonFunction 我们可以把它规一化嘛 对吧 如果这IgonFunction是规一化的话 这基本等于多少 这等于1嘛 所以这等于CN的平方 没问题 从右边 那我们看这个 这又等于多少 我们从那个Hermicillium 我们从Hermicillium的公式 我们知道这等于什么 UN 然后A第一个 A第一个 A第一个 对不对 我们从Hermicillium就等这个 对 是不是等这样 对 就这个 我们把这个讲完 那我们知道 这个D一个 再D一个等于多少 等于它本身 所以这等于是UN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有一个公式 我们前面有一个公式 是Hermicillium等于是H bar 对不对 Hermicillium等于这个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A的这个等于多少 我已经插掉了 不过你们应该笔记上有吧 多少 等于1 对不对 那告诉我们说 告诉我们说 这个 等于1加上什么 加上这 对不对 或者我这样倒过来写好了 告诉我们就说 A等于多少 这搬到右边来 是这样子 这搬到右边来嘛 所以是这个 然后再减掉1嘛 然后所以这个改成什么 这个可以改成这个 等于多少 减掉1加2分之1等于多少 对 变得2分之1 是不是 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看 我们把这带到这边来 Hermicillium 加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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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bar 有没有问题 那作用到它是什么 什么 什么关系 等得到 得到多少 所以这个是等多少 你看 作用到它 h bar n加上1分之1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的1分之1 有啊 是不是 就是海冰充年 最用到它 就是等于这个 所以是这一项 后面还有这一项 然后这一项是这样来的 有问题 那这一项 这一项是从海冰充年来的 你们再看看 看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处理呢 哦对对对 这是 对了还要处理最 我找到谁 这边要处理没有错 那个 所以h bar我们一个就没有掉了 所以h bar我们一个就没有掉了 所以最后结果等多少 n加2分之1加2分之1等于n加1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得到Cn的2平方等于n加1 所以Cn等于多少 更号多少 更号n加1 这样会了吗 所以这C是我们得到了 这C是我们得到了 所以我们就做个结论 这是等于更号的n加1 就是说A第一个 作用到一个Dn的状态 等于是更号n加1 然后再上升一单位 到这边有没有 那我让你们做这个 你们会不会做这个系数 做法跟我刚刚做的那个一样 你们自己做看看好不好 这系数你自己做看看 照我刚刚用的那种方式 就是把这个系数 把这个系数找 那么今天就算到这里